我在YouTube介绍了这么多期的 深圳的依捕多便宜 它的退休金多便宜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基本你需要一张居住证 全世界只得这张PR卡或居留卡 只需要20分钟 你不申请也看一看 我自己亲身上了一次深圳的前几天 原来真是Amazing 这么简单 第二件事 你要准备一个相片的回汁 Hello 大家好 今次这集就是殉众要求 如果大家想用40元 不用两送饭的价钱 买到深圳的衣补 或者100元 买到深圳终身的退休金的话 最需要最基本的一门券 就是那张居住证 如何申请居住证呢? 我今次是10% 我自己亲身去到深圳 示范一次如何申请 20分钟拿到一张 免费的深圳居住证 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快到手的PR卡 如果大家有在其他国家申请过 其他国家的 Permanent Residence 的一张卡 有很详细的懒人包给大家 潮流流行旅居 无论是美国的陆卡 台湾的居留卡 日本的再留卡 或者大马的叫做MM2H卡 加拿大的枫叶卡 其实都是指当地可以长期 居留或者工作的一张居留卡 这不涉及护照或国籍的转变 不过这些所谓的PR卡的价格是很高的 大家如果曾经有旅居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经验就知道了 成本的高昂不仅是 金钱仍是一个时间的长度 而且是很高昂的一卡难求 全世界只得这张PR卡或居留卡 现在只需要20分钟 你不申请也要看看 了解一下没坏的 因为我告诉你 现在预约申请 你想申请这张深圳的居留卡 每个周末都是爆棚的 被北上的港人打爆了 所以你不只是去购买 吃东西买东西这些不足够 你看看怎样 申请这张深圳的居住卡 我自己就亲身上了一次深圳的 前几天 原来真是Amazing 这么简单 完全是免费的 这真是Believe it or not 因为这是2018年才正式开放 给香港人申请的大湾区的福利 我会详细介绍这条片里 如何准备三种材料 即是深圳有楼怎么做 没有楼怎么做 租楼怎么做 然后如何预约上网预约 以及居留证的十几样的好处 记得看到最后 记得赞好、留言和分享这条片 去片 首先你出发去深圳之前 你要准备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我想大家都有 就是出入境证件 即是指违向卡 大家都是违向卡 这个一定有的了 第二样东西 你要准备一个相片的回收 相片回收是什么意思 相片回收是指 其实你如果申请这张居住证的话 其实你要上传自己的证件相 或者去上大陆拍了一张证件相 你上传去证件相 上传去哪里 你不可以自己 好像申请入台证 或者其他国家签证 自己上传去政府的网站 你要经过一个叫做照相馆的程式 我都是爬文爬回来的 你上去微信那里 然后你씩搜索性信号 这些是一个Qr-code 这里是发推给你 其实很快的 就是20分钟左右送给你 你拿着这个QR Code 其实照相馆就会把你的照片 他就审查过一次 证明你的照片是符合要求的 接着他会帮你upload到政府的网站 第三个东西是比较难得到的 同样的东西很容易得到 第一就是回响证 第二是相片的回执 证件相的回执 这个很容易得到 而即使你没有的话 其实你在现场拍照也可以的 第三个东西是最难找到的 就是居住满半年的证明材料 居住满半年 就是你不可以是住酒店那些不算 一定要有一个稳定 它叫合法稳定的住所 或者是就业 或者是就读 或者是读书 读书就是学生讲的 就业就是找工作的人 我们这些年纪 就是指退休人士的话 其实就是说要有一个住所 住所有两种方法 如果你是有这个楼 你就可以去当地申请 很简单 譬如你去深圳或者中山 或者珠海买楼的话 去当地的公安申请 你拿着那个红本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楼怎么办呢 没有楼的话就要租楼了 要半年的租约 譬如现在是8月份 租约要回到最少3月份之前 签的租约你才会申请 现在去签的话 即是半年之后才会申请 租约现在租约很方便 你想去哪里扮静 你去哪里 我自己就去深圳 因为深圳最近我 最近大家最方便 比中山和惠州更方便 深圳的话 有几种方法 要么就是去中介租楼 要么你有亲戚朋友的话 你亲戚朋友租给你也可以 最重要是签那份合约 合约的日期要是半年之前的 至于它会不会去查 会不会证明你住了多少日是没有的 在台湾或者其他地方 他们就要限制的 即是你居住那里要多久 我们叫做坐移民监 譬如大家去移民去过加拿大 美加都知道 它一年要限制你住在当地多久 你才可以申请PR卡 美国叫做绿卡 加拿大叫做枫叶卡 日本叫做櫻花卡 或者再楼卡 台湾叫做居留证 大陆这张居住证 就没有这个居住要求 就不用坐移民监 它不会查你 真是去到深圳 或者去到中山 一年住满多少 No 它不查你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 这个纯粹是一个福利来的 就是给湾区居民的福利 香港快点融入大湾区 所以其实它没有查你 实请在大陆一年住满多少 或者这半年住满多少日 没有的 完全没有的 你住一天也可以 住五天也可以 或者是 你要偶像回去居所也可以 总之有一个合法的 稳定的住所的证明 那张Ether就是你的红本 你买了一层楼 证明那里是你的家 或者是你的租药 那张租药单是半年之前签的 你不可以立刻签 今天申请不行的 这是半年前签的 这件事是最难得到的 那你准备了这三日文件 至于网上说要填写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登记表 其实是不用填的 我的经验就是 我在这一天前 几天之前去申请 我就不用填这份 没有这份东西要填的 其实呢 OK 既然你有了这三样东西的话呢 其实下一样东西呢 你就去预约了 预约就是想去深圳公安的微信公众号 你可以search 你自己微信的程式里面呢 就是关注公众号叫做深圳公安 不要搞错 不要上错了别人的地铁欺诈的网站 那你就进行预约了 预约那里就可以选择日期 你想什么时候去 那我告诉你 全部星期六是全都敷了 爆了的 OK 那它会显示留下多少个位置的 即是今天有多少个位置 明天有多少个位置 那这里会显示到 这个就是预约的时间 是的 就是9月份 星期六全部都敷了 9月份的 8月份星期六都敷了 就是证明这个是香港人很喜欢 现在都知道这张居住证多么重要 那每天就有位置的 200多个位置 那它一天可能都很多位置 最多是294个位置 我怀疑就是 可能他总共放300个位置出来吧 每天真的有位置的 我自己就选择了 最少人的星期三去 我在YouTube介绍了这么多期的 深圳的衣服多么便宜 它的退休金多么少 不过最重要是什么 最基本你需要一张 居住证 深圳的居住证 我今天就拿了 我需要的文件来这个 行政服务中心 扮这个居住证 它就距离福田口岸 要么是10分钟的车程 达的的过来都是9个多 我们进去看看 因为其实这个预约的 微信网站不是每次都行 我在香港试过很多次 其实我是登任不了预约的 我想一下星期三应该没有人 我星期三就这样撞上去 我就带了刚才那三个文件 去到门口那里 其实那个小姐 就是查询处那里就说 我想请问一下 办那个居住证在哪里办 我想这是周深回纸 居住证面给我一下 他都知道那三部 你有没有一起那三页 我有一起 有没有影印 哎呀死我忘记了影印 不要紧要在旁边影印 哇挺好的 他查证了我 红本 或者是租药 或者是回乡证 还有那个回汁 回汁就不用影印的 是一个QR Code 手机里面的QR Code 然后他说你就在旁边影印 不用钱的 立刻帮你影印那些文件 一旁之后他就避免一个号码 在楼下查询了之后 就上来楼上护证这个方向 来到这里就看自己的号码了 去楼上就叫号码了 叫号码其实很快的 我记得我是2791号 我上去的时候已经2789还是87 我等了四个号码已经叫到我了 因为那天是星期三没有什么人 所以其实很快的 就是扮护证的那条线 它有一个LED 网上 就显示了有多少个号码 等在叫 我这里就是叫号码的二楼 叫号码就是交文件 还有见那个官 叫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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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很快脆 它收齐了那三样东西 刚才我说的那三样东西 看了之后 它就准备了一份纸 打纸毛 那份东西真的这么简单 就是打纸毛而已 它没有填什么形成的 这件东西是 驱惊的 我觉得这么快脆的 它立刻打纸毛就可以了 哇 真是很快 用了不需要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过多两个星期 我就拿到居住证了 就回到这个户政大厅 大家记得带过几个东西 第一 你的相片的回池 带你的回乡证 最重要的是什么 带个居住证明 你的居住证明 这就可以是你那张红本 如果你在深圳福田区有楼 或者是一个租 租药 就是你租楼有一个租药 不过如果你是租药的话 你就要去 他们叫做街道办事处 办到一个居住证明 总之你要搞定这几个东西 居住证明之后 来到这里 它帮你引印了 想楼上见 叫红本 过多两个星期 就回去拿 我的第一个居住证了 所以其实大家就不用太担心 填什么模式 不用的 打个子模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你是由这个居 你是租药的话 你不是自己租药的话 你就要办理一个叫做什么呢 你去街道办事处办理一个居住登记 什么叫居住登记呢 就是说如果你是租药单的话 其实他网上就有一个资料显示 你在街道办事处有一个居住登记 你真是住在那栋楼里面的 所以呢 你依然去找亲戚朋友的楼租给你 或者你真是租了一层楼 因为他要查询你 有没有真是住在那栋楼里面 他怎样证明呢 就是这个街道办事处的居住登记 那我就去到租药那栋大厦的街道办事处 比如说你住在福田 你去到福田区 你住在罗湖就去到罗湖区 接着又办一个居住登记 居住登记其实很简单 他在手机里面按 手机里面按 就说你证明你是住在这里的 因为你给他看租药和红本 你真是住在这个单位里面的 那就OK的了 他就连通了网 所以其实你就不用回到公安那里 再给他看你办好居住登记 就是说 简单来说 如果你的红本就不用居住登记 如果你的红本是租别人的单位 你就去街道办事处那里 即那层楼的街道办事处那里 办多一个居住登记 那就搞定了 然后他就给了一张 回执给你 不过这里有个人资料 我就不需要给大家看 这张回执 一个月之后就去拿的了 需要钱吗? ZERO 免费的 这张居住证 我觉得 相比来说 全世界所有的PR卡 这张是最顺利的 因为成本最低 20分钟 ZERO COST 不用付钱 过多一个月就回去拿这张居住证 有了居住证 你就可以去买深圳的衣补 我之前介绍过 40元的衣补 最基本的保障 你可以保障自己 退休之后 你可以享受到福利 其实居住证不仅仅 享受到衣补 我看回 这是港澳居民居住证的优点 一共有三个权利 享受到六个基本公共的服务 和九项的便利 被视为推动大湾区的重点政策 方便香港人不想的 总之大陆居住了半年 居住半年 用你那张租金单 或者这张红本证明 然后你一个稳定的合法的居所 你就可以申请一张居住证 你用这张居住证 第一 你去劳动就业 原来如果你不介意 继续打工的话 我拿着这张居住卡 我可以在大陆做收银 或者是拿滴滴 或者有些人很 不想退休就做 而躺在家里 都想找些东西做 你拿着居住去打工的 参加社会保险 这个我们最在乎的 因为我们可以享受到 这个衣补 和这个退休金 你可以买大陆的退休金 以及提取住房的公职金 这个其实我要了解一下 什么是住房的公职金 我也不知道 然后六项的服务 你都可以享受到 第一就是义务教育 我们几十岁人 如果你想回去读 他有什么老人大学那些 你拿着这张居住证都可以读 因为我爸爸和我伯母 那时候就在大陆 就读过这些老人大学的 你还可以参加公共就业服务 政府帮你找工作 基本的卫生服务 就是说你看医生的福利 公共的文化体育服务 就是租场打球 或者踢球 你可以用这张居住证 你迴向卡做不到这些东西 然后法律援助 就是打官司的时候 可以找到法援 就是其他公共服务 九项的便利 就是买高铁的票 坐大陆的航班的话 你就可以享受到 跟大陆的居民一样的服务 用那张居住证 就可以买的 因为最简单 如果大家去买高铁票 知道 其实我们的回向卡 是只有九到十一个字母组成的 大陆的身份证是18位数字的 他进入的时候 我们那张不可以的 他不认我们的回向证 不过居住证都是18位数字 就是它当是大陆身份证这样用 所以方便很多 你在网上办任何的东西 包括开银行卡 或者申请credit卡 或者住宿酒店 方便很多 有这张居住卡 它有九项的福利 便利 大家可以留在旁边 大家可以慢慢看 总之有这张PR卡 其实很方便 其实PR卡不介意多几张 因为这个不涉及护照 或者国籍 我很多朋友 在97之前移民到加拿大的 他们都有加拿大的封业卡 去美国有那些叫green card 他拿了green card 他未必要入籍美国 只不过有一张green card 即是PM card 即是permanent residence的卡 他可以随时回到美国 可以享受一下美国的福利 不过福利就应该没有什么 这个叫做合法永久居民 即是他随时可以回到一个地方 台湾是居留证的 或者叫做梅花卡 一样 它有那张梅花卡 其实都方便很多 譬如你可以开银行户口 你可以 看一下 你还可以建保卡 申请建保 去台湾的时候方便很多 而且你入境的时候 就不用申请台证了 你那张居留证 可以这样嘟一嘟 照一照样就能入境了 这个叫做台湾的居留证 至于在楼卡 我有很多朋友去了日本旅居 现在都没有拿日本的passport 他们拿那张叫做在楼卡 即是日本可以留6个月以上 现在在福岗、大阪 长期居留的朋友 都用这张在楼卡生活 我还有些朋友去了马来西亚 叫做M2H的一个计划 入境签证其实是长期签证 有效期是10年 泰国也是一样 叫做Golden Visa 也是一个类似PR的卡 过去那几年很多人去了英国 英国也要居住5年才可以申请 这张PR卡 其实来来去都是 我想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地区 都用这种制度 他又不需要你去拿他的国籍 或者享有他国民的完全福利 不过你有那张在楼卡 或者居留卡 或者居留证 什么都好 你可以享受部分当地住民 当地人的福利 就像今次这张卡 不过今次这张卡 我真的觉得 我是意想不到的 成本低 我时间cost是20分钟 然后我是免费可以申请到 不过我给了18元 那张回汁 即是相片的回汁 我没有去到现场拍 现场拍照都可以的 现场拍照很多人排队 我上传了一张拍照 给微信的小程式里 他就给了那张回汁给我 过多三个星期 我就会去拿这张 我的第一张 这个深圳的居留卡 居住证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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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居住证 这张居住证 如果大家有居住证 申请的share 可以在这里 我相信很多朋友之前 我见过他留言 他们申请的不同的居住证 有些是珠海 有些是中山 那边很多的 因为很多香港人 都去珠海和中山养老 我这个经验 就是分享深圳的 我觉得是最方便的 因为我们去深圳的时间 成本数太低了 还有连堂要2元 我现在未到的2元 很快会到 深圳是最方便我们 特别是住在新界的朋友 你去深圳的时间 是比你去中环 或者是上环的 对不对 说真的 不用一个小时 已经过到关了 你有居住证的话 就方便很多了 大家去share 有些什么经验 或者有些什么想问的话 都可以在这里留言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赞我的频道 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我有一些小时忘记了 我更新回来 我其实为何我的眼睛更快 我现在可以站起身 抬起头做人 之前我已经全程抬起头 因为我一个月之前 做了这个 蜜蜜蜜脱落手术 我整个月都要站起身 整个月都要恋起身 让气体令我眼睛的 眼睛的蜜蜜蜜蜜 可以帖起身 刚刚前日医生 跟我说 可以抬起头 完成了我的工作 已经是黏黏很贴服 而且我恢复得比正常人快 普通人都要过半月至两个月 我告诉你,最重要是喝了滴鸡精 这个真的很有效 滴鸡精,大家记得 做了手术,或者是大肚婆也好 滴鸡精是很药,很补的东西 也证实了,有科学证明 这种滴鸡精是我既率推介的 因为我自己喝了之后,真是很有效 我们第一批货卖断了 我会把网址留在下面 完全是100%台湾制造的 没有防腐剂的滴鸡精 它是用台湾的土鸡 台东的六野,我去过那个地方 很漂亮的环境,一个零污染的地方 它制造方式是最传统的方式 它里面有效的 氨基酸是普通滴鸡精的double 所以效用是double 其实我每天都喝了一包 我都喝了很多包 它一批有十包 现在我们在做一些特价 还有我们买三批 就会免费送去你家的 大家可以 不过可能要等多几天 我们要订货从台湾回来 因为反应实在太好了 这个也是我都很感激 这个叫food doctor 这个是买在日本 买得很好的一个滴鸡精 香港只有我们现在独家在这里代理 这个真的令我很快就复原了 任何身体体药 或者做完手术的朋友 都可以推荐或者用来孝顺父母都可以 今天分享到这里 这个深圳的居住证的10拍片 希望大家可以share给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